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规定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8月2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 包括对参与此次受台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 美国的国务院8月20日正式宣布批准对台出售价值80亿美元的66架F-16位战斗机 及相关设备的军售方案 此前特朗普政府已批准过四次对台军售案 这一次将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 规模和金额最大的一笔对台军售案 也被认为是敏感程度最高的一次 虽然台湾当局声称 这将大幅强化空防能力帮助台湾的自我范围 但岛内外舆论对军售后续岛内的前途 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充满忧虑 我认为美台都低估了北京进行反击的决心 漠视大陆发出的延迟警告中美关系 台海局势都面临更严酷考验 美国对台军售F16位战机 是企图逼中国在贸易谈判中滥布 这一定会激起北京的愤怒 使中美达成贸易协议的希望变得更加渺满 特朗普周就中美贸易谈判询称 必须要在贸易问题上对抗中国 即使这会给美国经济带来短期伤害 就在他发出的这一表态几小时后 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向台湾出售F16位战机 中美贸易谈判的前进 因为华盛顿对中国采取 越来越好战的立场而门上了阴影 对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中国的态度十分坚决 中国警告说 如果美国不立即取消军售计划 中国将根据形势的发展 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 别把特朗普想太美了 我认为 美国对台军售并非独立时间 旅前特朗普也拿香港问题 压大陆在贸易谈判中乱布 瑞云把美国政府上述举动称之为 强力支持台湾的表现 这恐怕是想太多了 把主权问题以贸易摩擦挂钩 逼对方就放 当年美国就称拿冲绳问题 这么应对于日本的贸易摩擦 但香港和台湾 之于大陆的重要性 远非冲绳之于日本和比拟 何况今天的中国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旅 特朗普的满庄不但坐实了美方是香港 堕乱背后的退守 也让中美贸易摩擦一时半刻难以善良 我认为特朗普打对台军售牌 既可以赚钱又可以让两岸产生矛盾 这是华盛顿的一贯政略 今年7月 针对华盛顿批准对台军售 价值22亿美元的主战坦克等 北军对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美企实施了制裁 这次中国的反击并不仅仅是对参与 收台武器的美企进行制裁 还可能采取外交军事或经济的反击手段 台湾搬交台海中线默契 中美贸易战后续谈判等 都可能是受到波及的领域 我认为美国政府在对华经贸问题上久攻无国 特朗普团队的耐心预见消耗的情况下 就涉感和涉台问题对中国施压 但是华盛顿方面忽略了 北京有足够的应对手段和措施 更重要的是 在涉及台湾和香港等 有关中国主权和核心利益的问题上 中国是绝对不会妥协的 中国必定会采取反击措施 据海沙宝宝8月17日援引台媒消息 就台单局向美采购66架F16位战机 特朗普政府当地时间15日通知国会 将提交F16位战机军售案进行非正式审查 该项消息虽尚未获得美国国务院和白宫证实 但从新闻稿提及近代美方证实通知 以及美国国防部官员私下谈话 可知本案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只是时间问题 这是27年来美国首次向台出售先进战机 其对中美关系必然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但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蔡英文的态度来看 即便中国大陆再反对 这项军售案也会按部就班 甚至还有可能紧前贴紧 首先特朗普需要对台军售拉正级 特朗普执政三年多来 尽管他一再吹嘘自己是天才宝宝 但拿得出手实打实的政绩没多少 相反由于他对贸易博弈 频繁退群口无遮拦 美国的盟友被他得罪得差不多了 美国的幸运也善失殆尽 然而美国还没能从中捞到多少好处 最近特朗普最赖于吹嘘的美国股市 一夜之间蒸发数千亿美元 这对要争取连任的特朗普来说 都不是好消息 特别是与中国的贸易博弈 美国没有讨到任何好处 反而处处受制于中国 贸易协议迟迟迟不能达成 暴脾气的特朗普当然不能了 于是只能在对台军售上打主意了 若贸易协议见到曙关了 那么美国就暂时搁置对台军售F16位战机 在签订协议后再重启对台军售 吃完灯架吃西点 若贸易协议迟迟迟不能达成 那么就赶紧对台军售 占不了中国大陆的便宜 台岛的便宜是跑不了的 其次蔡英文需要美国配合 展示台美关系提升 与特朗普一样 蔡英文也面临明年连任的危机 在韩国瑜来势宣声 柯文哲意图未明的情况下 岛内稍有点头脑的民众 都对蔡英文投了反应票 他下台几乎是板凳钉钉的事 现在留给蔡英文可打的只有一张牌 那就是连美看中 看中的他已经做到了 两岸局势已经到了近几十年来最紧张的时刻 于是他目前就要在连美上下功夫了 向特朗普10号最好的办法就是给美国送钱 那也得找个好理由 向美购买F16位战机就是一个好手段 所以向美军购F16位是缓 实际上还是蔡单局向美国交保护费 向特朗普纳投名赚 接着向台民众展示美台关系升温 为他连任加分 近年来美国撑两次暂时搁置对台军售 一次是绿本大阪G20分会之前 美国暂时搁置了 对台军售价值22亿美元的主战坦克等军售项目 随后在中美确定继续开始贸易谈判后 美国迅速启动了该项对台军售计划 另一次就是对台出手F16位战机了 8月初美媒爆料陈特朗普已决定 暂时搁置对台军售F16位战机的军售案 其原因还是美国与中国大陆正在进行贸易协议谈判 上一次中国大陆宣布要对参加 对台军售的美国企业进行制裁 但哪些美国企业会被制裁人为明确 美国错误认为中国大陆不过是虚张声势 不会真正对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企业 有什么实质性的制裁举动 所以这次美国变本加厉 推动对台军售 66架F16位战机军售案 事实上中国大陆迟迟未宣布将制裁那些美企 只是给那些美企留出一个改正错误的时间 既然美国错误估计了中国大陆的决心和意志 不仅没有改正错误 反而变本加厉 那么就是逼中国出手了 要相信中国大陆言出并行 他们求垂必得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